美国第一夫人吉尔·拜登在周一晚上新冠检测呈阳性 而白宫今天表示 出于谨慎起见 在周一晚和周二早上检测均呈阴性的拜登总统 将会从现在开始在室内有人的场合戴上口罩 拜登在周二出席活动时 进场时戴上了口罩 在上台后拿下 而白宫发言人则表示 拜登和白宫的随行人员都会继续进行定期检测 特别是在周四出发前往印度的制热灵峰会之前 拜登在周一表示 他对习近平将缺席制热灵峰会感到失望 然而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 则是拜登本人能否能如期出席制热灵峰会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表示 如果检测呈阳性 拜登将有可能会不得不选择远程出席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白宫报道